大家好,欢迎大家点进我的视频,我是老李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已经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又或是已经欢欢喜喜的和自己的家人开始收拾房间 准备迎接中国传统农历新年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这一个我咋了好长时间前买了一个WiFi6E的路由器 只是简单的看一下 事先声明一下,除非你是为了学习和搞开发 就目前来说,老李我不推荐大家购买WiFi6E的路由器 至少目前是不推荐的 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说理由 我现在先把这个给剪开 哪边是上边,应该无所谓吧 恰恰采法 这是路由器 然后日本寄过来的东西呢就喜欢用这种纸来做填充 当然没关系,因为它这里边还有一个硬盒的包装 就这个是包装 WNR5400是这个型号 我不知道我的包装为什么是这么简单的这种出面的包装 正常是应该是那种非常鲜亮的商品包装 这个看起来非常像一个印刷包装,但是没关系 这是全新的 这三本我没有一本能看懂的 但是这上面的图列呢,大概可以明白意思 但是没关系,我就依据以前的经验来了 然后这个就是路由器的本身 本身路由器长得这样 非常不占体积的这种网线 中国生产的12伏2A的电源白色撕配器 关于WiFi的信息 他给了我一张纸 正面,Buffalo 这个产品有多自信 我跟大家讲一下 像索尼NEC这种大的日本品牌 他们已经不能够称之为日本品牌了 由于他们已经完全国际化 所以我们更应该说像索尼NEC这些是国际品牌 对不对 或者说日本的国际品牌 那么随着这些品牌不断的考虑全球化市场的需求 以及产品溢价的原因 有很多日本本国的国民 他们更喜欢买一些针对本国国民设计 价格又比较趋中的这种产品 这个产品我可以简单的比较一下 有点像中国的小米 当然这两个不能同日而旅的 不是一回事 我就是说想中产品的价格区间 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设计的挺好的 它除了是一个底座 卡到这以后能够增加路由器的稳定性 同时它又是一个可以挂在墙上的套件 把这个钉到用钉子钉在墙上 然后它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挂在墙上 或者以一个AP的形式出现 它这个是有一个2.5G的接口 其他的都是没标 那一定不是2.5G的 还有就是我没想到像这么小的空间 它也是安排了三个烂口 在这块它除了有5G和2G 这块多了一个6G 我想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可以选三个WiFi出来 然后很多说明 包括这个Function A 它也是用日文来标写的 这块咱先不说了 这个Reset是需要用顶针或者是铅笔顶的 这块有几个灯 这个代表的是跟WPS类似的一个按键 然后Power还有Wireless Internet 下面还有Router 大家说为什么还有Router呢 因为它别忘了它有几个模式 一个是路由器模式 还有AP模式和WB模式 所以说它是需要显示它的状态的 也就是Router模式 可以跟正常的路由器一样 在家里设置那些原有的功能 现在这个是能够被识别的状态 这个灯是这样式的 这种绿色 边上这种灯也是这么个绿法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的网络使用环境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基本上我们家虽然是三居室 但是呢一个路由器就够用 我们是因为想陪孩子上学 所以说是搬到学校最近的一个小区里 那大家通过我的视频可以听到有很多回音 实际上是真的是屋子里边 没有什么家具 而且呢基本上都是一些生活必用的一些设施 那我呢现在呢 有一个AX6000的小米路由器 这个呢可以覆盖我家里三个卧室 有一个不是卧室 这里边有一个苹果的Time Capitle 它主要是负责我们家的打印工作 因为它后边有打印接口 现在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网络环境 这块有一个墙相当于是承重墙 它挺厚的 还有一个这个是非常薄的墙 敲起来空空响 我呢平时会在这个屋子里跟大家发发视频 或者我有可能是会打游戏 也可能是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 那现在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这里边 这法国的实力还是挺强的啊 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去讲一下 为什么不推荐大家买WiFi6E的路由器 我相信看我视频的朋友们都应该大底上了解一个概念 就是你想享受一个完整的6E 那你路由器和网卡这边都得已具备6E的功能 对吧我们可以看这个路由器呢 它是从去年的9月份发布的啊 去年的9月份发布的这块呢写的是发布日期 是吧具体怎么念 我大概猜应该是Kazuba Isiki 而然后呢我们去完善一个概念啊 就是目前市场上的无线网卡6E也好 6也好都差不多都是Intel的技术啊 那我们把这个Wireless product啊 这是Intel的页面啊 我们把这个Wireless product这个页面打开啊 进里边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能发现什么啊 我们看6E的所有产品啊 6E的所有产品呢 他介绍了这么几种网卡 就是我们在市场上我们能买到这个呃 其他品牌的网卡 大部分也是这个AX210这个系列的 就芯片是使用Intel Wi-Fi6E的这个方案啊 这个大家都理解没问题吧 然后个别高级的有AX211啊 但是这个价格就已经非常感人了啊 这是2021年Q3发布的啊 这是已经发布了 发布了 然后这些东西咱们就都不看了 但咱们要看的是啥呢 啊 他这有帮助有帮助 最大这个不是速率啊 最大速度 最大速度是2.4G啊 2.4G也就是相当于2.5G的那个网口啊 他没有2.5G的那个网口的量高 如果说能搞到AX411这个芯片的呢 这个也是2021年啊 Q4就发布了 那才也是这样的 只不过它是一个双连接的技术 双连接的技术啊 目前来说市场上所有的Intel的无线网卡的话 当然你是别的方案 那我就不知道了啊 这个速率就卡在这了 就卡在这了啊 那为什么说卡在这没意义呢 我们来看一下6啊 WiFi6产品啊 WiFi6产品啊 早期的WiFi6产品不行啊 你像这个203啊 还有101这个是不行的 像桌面级的这种的啊 也是2.4 也是2.4 包括这个210啊 也是2.4 就也200系列 整个就几乎围绕着2.4G啊 这个最高速度啊 来来走的 那如果说你现在使用的路由器 是WiFi5的路由器啊 如果说性能不太好了 或者说你当初买的本身 就是一个垃圾品牌 那这个时候你愿意换 我不知道我不应该怎么劝你 但如果说你现在已经使用了WiFi6的路由器 并且品牌也是那种非常扎实的品牌 那我完全不推荐你升级WiFi6亿啊 这个路由器啊 因为网卡目前所提供的方案就是这样的 我知道苹果的iPad Pro 是可以支持6亿的啊 就是那最新的iPad Pro 11寸网上的 那他们采用的什么方案我不知道 要连接这个路由器呢 我们除了在WiFi这儿轻轻松松的连上啊以外呢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需要去他的这个网站啊 也就是这个页面下载对应的系统的设定啊 这个软件呢在苹果里叫stationradar啊 但其实现在这个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没办法下载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然后我下载了苹果版的啊 这个软件啊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软件啊 我现在打开以后呢 他就第一步 他就是让我查找这个路由器啊 我现在已经查找到了啊 然后我就Continue啊 Continue以后 这下面有我所有的这些配置信息啊 包括今后要升级他 和进入他的一些地址啊 在这儿我都可以这样进来啊 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进来啊 但是这个是日文的 这个没办法 这么说来这向导也没提供什么帮助啊 我现在必须依靠这个浏览器的翻译功能啊 能够有效的了解这些设定的意思啊 这是一个简单的设置 但这里边呢可以有guest的功能 包括像儿童的一些使用情况啊 一些限制啊 如果说我们需要更复杂的功能呢 这里边包含一个EJ-Mesh啊 如果我们需要更复杂的功能 点这个详细设定 在点这个详细设定之前呢 我们可以在这儿看到一些机器的信息 点到这个点一下这个按钮呢 就是他会帮我们跳转到这个下载各种功能的这个页面啊 如果我们需要什么 可以按照这个指引去下载 在这儿呢 我发现了一些信息啊 我现在是使用2.4G连接的 然后呢就是2.4G这边是不能够进行设置的 这块都已经定好了20赫兹 最高传输速率是200多兆 然后5G这块呢是AXACNA 它实际上是走的这个频率是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就是160兆赫兹2400兆的最高带宽 这就比较有意思啊 你看6G这个实际上也是160兆赫兹2400兆的带宽 这个2.4G呢 它有三个频段组成的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SSID可以看出来 它有三个对吧 同时它还可以能扩展的 扩展是怎么扩展的 这个我不怎么太关心 5G呢其实也是三个啊 有一个被隐藏隐藏了 具体是是不是会就是你把第三个给打开 会不会占用别的这个我不太知道 然后6G呢实际上只有一个频段啊 只有因为它只有一个SSID嘛 这里边这个细节呢就是如果说你恰巧也撒拉巴基的买了这款路由器 一定得把这个2.4G5G共通啊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向下兼容的意思 因为我只有把这个连上以后 我才能连上我的5G路由器 我才能连上它的5G信号 不然的话我只能连到这个2.4G的这个 Easy Mesh这个我也没法试 因为我虽然有一个另外一个Buffalo的路由 但是是一个比较旧的型号啊 另外我也不感兴趣连这个东西啊 那差不多今天的内容就先聊这么多 然后我就不给大家测数了啊 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有很多视频博主为什么那么喜欢测数啊 可能也是由于很多观众喜欢看测数吧 那我觉得呢 根据我的工作经验呢 我以前参加过一次临时工作的项目啊 就是用过类似的软件啊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软件啊 就是你看我这儿呢 其实可以看到不同的路由器 包括邻居的水星什么的啊 然后Buffalo 其实在这儿呢可以找到好几个Buffalo啊 但是有一个是Head Network 就是被隐藏的 5G的咱们来看一下 5G呢是使用52信道啊 这个信道呢就是跟这种低信道的这种频段干扰 它是没什么关系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ISM这块就是很多路由器啊 这是邻居的啊 他们就都集中在这个频段了 然后这里边我比较觉得有意思的就是我的这个 这个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路由器啊 你看它是独立于149信道以外的 我们打开这个看一下 就是Network Detail 这块是我的WiFi名 然后是它的Mac地址 然后它的模式 它现在走的是300兆 它的Vinder呢是苹果啊 然后它的Signal Quality是Good啊 这个是好的 虽然是只有67%啊 但是这个是好的 因为没有哪个信号是100%好的 而且我们在这呢 可以看到它的信号强度啊 小米的路由器呢 我们把这个这个信息打开挺有意思的 它写的是北京小米Mobile Software 移动软件公司看到没 然后它的信号强度是66% 其实以前比这个好 我怀疑可能它跟这个信号 就Buffalo这个造成了一些干扰 所以它俩就变得都不好了 但是这个在我这呢 这两个还行 Spectrum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这个红的就是代表它信号强度特别差 特别不好 然后我现在点它小米的这个5G的信号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脱离了这个 特别拥挤的频段 但是它依然是红的 红的就代表它受到干扰 特别特别的多啊 这个是中国移动的 你看它的信号就特别短啊 这个就因为越高它信号强度越好嘛 这个也是不好的 这是中兴的中兴的也不咋样啊 马马虎虎就这些马马虎虎 但是这个咱们不去评论人家啊 咱们不去评论人家啊 就是说这个软件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信号这个signal这个栏里 信号的强度来断定这个路由器 它是不是一台好路由器啊 这个越长啊 这个signal这个越长 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复杂的环境当中 它信号越好 那么越短呢 你看这个是华为的啊 华为的只有13% 当然呢这个有可能它离我非常远 因为毕竟我连的是我们家这个屋子 以及我周围的啊 我是以这个我的生活半径啊 来来这个判定的 所以这个不是特别准啊 3%的这个也不见得它信号不好 有可能是它特别远啊 这个还是个5G信号 看到没有啊 如果我们想看它的这个信号是否有断序 实际上这个功能 我觉得挺不错的 这个软件呢 叫WiFi Expander啊 它有一个付费版 但是免费版有很多功能也能看 我们实际在这里边看它有没有断流 你看这个其实就是有断流 那不得不说 苹果的这个时间胶囊真的是非常非常稳定 这个小米的这个信号 由于它天线比较多 然后呢它可能对这个进行了干扰 所以你看这个的信号其实走的不咋地啊 这个是这个应该是2.4G的信号 这个信号还行 现在这里呢 有我之前淘汰下来的这个AX3600 以及我之前的刷了没零固件的网件 还有AX1800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它性价比在这呢 然后接下来先把它放在这 等过几天有时间慢慢再研究 刚才又在iPad上试了一下 确实排除了我电脑兼容性不好的问题 然后也是连不上 跟大家最后再嘱咐一句 就是WiFi 6E的路由器 大家千万现在别下手 等什么时候再买呢 等什么时候你看无线网卡 已经突破通俗的说就是突破 三千兆四千兆五千兆 这个时候你在买啊 那个时候就比较合适了 现在6E有一些其他的附加的那些功能呢 那需要同品牌的产品才能够实现的 就比如说你现在是Buffalo 那你需要买一个Buffalo的网卡 目前Buffalo没有网卡 所以这个现在真的是不推荐 当然呢如果你是为了学习 或者说为了开发 或者是为了体验多元的文化 因为你买不同的产品 就是为了体验不同的多元的文化吧 尤其是像Buffalo这种 带有强非常强的地域性设计的这种产品 那你可以试试啊 不过你要是看了我这个视频 估计你也不这么想买了 好的另外祝大家新年快乐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好了